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地之间有一缕寒光 那是正义之身组成的离间 离间 现在说 无放过贪婪的藤蔓 潜在心 对眼睛一片蔚蓝 潜在手 无放过贪婪的藤蔓 潜在心 对眼睛只一片蔚蓝 暮光如简 只会如简 就我们就有 从无放过贪婪的小园 我在琢磨你这个人 我在琢磨你这个人 我在琢磨什么地方是你的软肋呢 那你琢磨出来了吗 还没有 你一不爱钱 二没有什么嗜好 真不知道 拿什么来诱惑你呢 这话亏的是你说 要什么违法户的话 肯定觉得居心普策 你看看你 我只是为朋友求过一次情 你就耿耿于怀 开玩笑的嘛 别生气 我知道 我又输了 心有旁骛 也能不输 阿辉 你是不是 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 对啊 我这个人从小 就喜欢赢的感觉 好 那我们再来 我就不相信 找不到你的软肋 你找我什么事 你这连补带罚的 交了多少 二十万吧 你说你这一瓶 才挣几分钱 你这一下二十万 你不心疼啊 心疼 我倒霉就倒在你身上 你要不叫我偷税漏税 我能赔钱那么多钱去 看来 你这关算是过去了 你的关不好过吧 他们有本事就查 我就不信 他们能拿到全部的证据 我信这么人 他们办法多的是 你呀 你就是中他们的美男计了 要不然不会一下 栽了那么多钱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得得得 算我没说 好妹妹 你别再自己证明了 咱们 咱们还是走合并算了 我那台湾老板跟我说了 等风头过去了 我那公司可就要扩大 我想啊 有按照俱乐部教我那些新办法 我要大干特干 俱乐部教的新办法 什么办法 我总没听说 你是一般会员 他们也就赚你点会费 是啊 你钱交得多 你是金牌会员吗 你以为我那会费交的冤枉 才不是呢 听课掌学问不说 以后啊 我要是攀上了马哥 你见到马哥了 还没有 不过 我想啊 早晚我得大发特发了 小姐 我得下去了 好的好的 张哥 那边环保局的我已经联系好了 你赶快去吧 好 知道了 嗯 怎么啦张哥 哦 有事吗 张局 哎呀 真哥 什么事儿 张局 郑爵 能不能帮小蕾安排个工作 在局里当个保安开个车是什么的 不是 被搭不上了 老人病了好几年 借了不少钱 这小蕾报到就得一万多 没地方借了 四年本科下来 得好几万 你也知道 他妈妈下岗了 奶奶呢 就那么一点退休金 总结不是个长远的办法 老哥 这事我知道了 你放心 这事我来安排 你先去环保局吧 好吧 好吧 谢谢你啊 你怎么车回来着 我叫常永波 黄云泉呢 黄云泉 黄云泉掉走了 掉走了 你别把我们的关系想得那么龌龊 我是来给你们提供破案线索的 提供线索 那好啊 那你告诉我吧 说实话 我对你没什么好印象 我干嘛要把立功的机会告诉你 那行啊 那你 你给黄云泉打电话吧 好 电话号码 你问他去啊 难道他没告诉你吗 就你们的不讲人情的纪律 他敢说吗 那就对了 谁给咱们出去也挺辛苦 好好休息还准备还有别的事呢 你们要是不撒谎 是不是就破不了案 订阅 正座 举报信发了吗 发了 昨天就发了 没让你妹妹知道了 我有那么傻吗 你等等啊 老板 人来了 坐下吧 你就坐下就好了 可以了 马哥 真不好意思啊 给您添麻烦来 你说吧 我们那个公司啊 恐怕兜不住了 你说 补税 加上支纳金 就得 就得六千三百多万呢 要是 要是 要是认罚的话 有个两三年 亏空就补上了 生意 还能照着做 那如果不补呢 不补啊 不 他们证据 要是拿权的话 那就有权 查封咱们公司啊 拍卖咱的企业啊 不用紧张 动产不动产 全部拍卖 值多少钱呢 最多 也就两三千万吧 不过 马哥 生意一直挺好的 你说 这不有点 舍不得吗 让他卖 让他疯 等拍卖的时候 顾几个人去举几牌 不就行了啊 这样就不用再交 六千三百多万了 有个两三千万 这企业不就又回来了吗 这资产还是我的 企业还是你的 换个名字 生意不是照样做吗 对对对对 谢谢马哥 多多多谢指教 多谢指教 那那我走了 对对对 那个 马哥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不送了 那再见马哥啊 她还在伤了 伤了 我手再帮你 对对吧 你一路 你跑一路 走 好 我让你走 不走 我让你走 好 好 你 好 好 好 舅舅哥 我喜欢 就怎么着啊 上去 今天不说我出去了 我想研究一下电脑的软件 好 就怎么着 关警员 上去 情况怎么样 他说北港地区偷倒税 和一个叫马哥的人有关系 马哥 这是真名吗 不知道 说是省城来的 好几年了 也没什么人见过他 英华说 他有办法找到这个人 英华 还叫得挺亲切的吗 我告诉你 你注意点 去 跟铁号到厂点去 铁局 你怎么惹他了 他的龙颜发怒啊 对啊 这不 又把我发配到山里去 今天呢 跟你走 发山里的有什么不好 发山里的有什么不好 给我嘴更好 走 收拾收拾 他说 北港地区偷倒税 和一个叫马哥的人有关系 马哥 这是真名吗 不知道 说是省城来的 好几年了 也没什么人见过他 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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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这儿见到你了 要不要帮你呢 不用不用不用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问你的 我们有约定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不过 我的事情不对你保护 不过 我的事情不对你保护 生意上点小事情 老地区是涉税违法的重灾区 是啊 你们这一来 这个地方就变成重灾区了 我说的是国家利益的灾区 我说的是你们税务人员查得太紧了 我倒是有一个朋友 现在可能在你们网中啊 我正想帮帮他 女人会 还得忙呢 姐 坐坐坐 来 怎么样 我正在坐呢 努力吧 这玩意我还得忙呢 我看不懂 来 仔细休息 我知道了 好 同志们 把手头的工作先 先放一会儿 放吧 我说一件事啊 这事呢 跟咱们的工作没多大关系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咱们的队伍中有一位老哥 家里确实很困难 前段时间呢 老父亲重病 因为看病 花了不少钱 借了不少债 可是老父亲 还是去世了 老父亲刚走 儿子挺争气 考上大学了 他考上的不是一般的大学 他考上的是北大 可是呢 因为没钱 这位老哥昨天跟我说 孩子不上学了 算了 他让孩子辍学 那怎么行呢 全省都几个上北大的呀 对呀 我们再困难 也比贫困山区强多了吧 睡午警察队员的儿子上不去大学 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呢 长局需要多少您说吧 咱们大伙贪 贪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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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得好 咱们自己贪困山区 兄弟姐妹们 我在这里 替这位老哥 谢谢大家 好 张哥 这是庄案组的兄弟们 给错的 我想 一年的学费够了 以后 咱们再想办法 长永波 昨儿 您在哪 什么名单 什么名单 都谁捐的钱呢 没有名单 都是自己家兄弟 不用还 谢谢 替我谢谢弟兄们 好 好 张军 张军 能不能不封啊 小 东 清锐 我把该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我们是 依法执行处理决定 必须封 你这样吧 如果你在十五天之内 交上罚款和税款 我们马上开封 好吗 行 封 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云泉的错误就是她长得漂亮 黄菊 这件事我很清楚 就是那个女的一厢情愿 跟黄云泉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问你 对秦英华 补税法款放谁 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黄云泉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那个女的交出了真实的账本 而且把欠的税款一次都交清了 现在监察处的意见是要黄云泉回来谈话 不行 我不同意 为什么 理由呢 矿局 如果因为这些违法分子写了诬告信 我们就把黄云泉撤回来 这不上当了吗 中了圈套了吗 好 我先做一次盾牌 给你们挡一阵 你立刻给我写个详细报告 马上交过来 好吧 再见 有事吗 我找黄云泉 不在 大姐 黄哥真的不在 我不信 你这样啊 你告诉黄云泉啊 把手机关了 你们今天就别回来了 就在外边住 明天呢 接着查常立的案子 明白吗 嗯 好嘞 先这样啊 哎 陶 这 这朵是有办法的 常局 这都俩小时 对啊 太阳这么毒 它瘦得了 就是 少废话 赶个工作去 哎 听见没有 哎 您好 嗯 要不要上去坐一下 哦 不用了 谢谢 哎 周明江 再见 这都等了大半天了 哎 要不我去谈谈 你去啊 你去他还不得住这 说什么呢 啊 哎 来 来 小局 嗯 他说了 他不走 今天不见到黄云泉 他是不会走的 告诉他 黄云泉你今天不回来 说戏 南丽 南丽 去吧 你去试试 好 我去了 你 大姐 是你啊 小小姐 是你啊 小小姐 我叫麦丽 叫我小麦好了 大姐 别等了 他今天真的不会回来的 不是黄哥不想回来 是头下的命令 那手机也是他下令官的 嗯 我怎么就那么看不上 你们那个头 你瞧他那样 不影不扬 他长着一张政治脸 对 其实我也特别不带进他 但是大姐 您知道 我们这些当公务员的 这规定的制度 条条框框 上面定着细着呢 有些规定 它到底规范了行为 可是有些呢 规范了行为 能规范了人的那颗心吗 人的那颗心呀 不砸着 再说吧 大姐 像您这么漂亮一个女人 黄哥他要是看着不动心 那就见鬼了 我漂亮吗 那当然了 您要是不漂亮 这世界上哪来什么漂亮女人啊 她们说什么呢 她挺热闹的 还挺热闹的 你刚才说 你和黄哥对我动心 绝对的 那他怎么 他呀 就是那种想吃又怕烫的男人 坏的 坏的 你想啊 他心里喜欢你 可是不敢 或者说是不肯接受你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老婆 又快当爸爸了 工作体面 人长得帅 但是为您搞得契离子散 是卖名列什么的 他觉得不值 其实黄哥就是一大傻子 麦里这小子牛嘴花舌 多少钱我能说得出来 还真没准 您让他给说通了 酒吧 你让他这张嘴是真会说的 你让他这张嘴是真会说的 什么样的女孩子 都能被你护养 大姐 算了 这种又坏又傻 又懦弱的男人 不要也罢了 其实 他不坏 也不傻 他只是不愿意伤害我 黄哥 有您这个红颜知己 这辈子算是植物 我也看出来了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那额来分 其实我今天来 不是为这事 不是为这事啊 那为什么事 您说 只要兄弟能办到的 我听说 樱涛公司被查封了 樱涛公司 秦英涛是我们个人 他怎么可以当您哥哥呢 不不 您说 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 很严重 那还有没有补救的措施 有 只要他端正态度 积极地 认罚补税 处理时我们会要求有关部门 从今 好好和他谈谈吧 你放心吧 谢谢你 不信 那我先回去了 嗯 说你一大男人 你说你长那么帅干什么 惹祸了吧 害得我陪你在这喂蚊子 你再不说话 过来过来过来坐下 过来 说说 啥想的 咱俩 平华是个好人 我是喜欢他 但我能怎么做呢 你呀 纯属于吃着玩的 看着过来 嗨 铁局 你呀你 你就给卖利似的 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挖苦我 我意思啊 多想想弟妹 那是正格的 怎么不想 还有几天 就预产期了 我真想打电话问你 哎哎哎 别 别开机啊 你要开机 那 琴什么玩的打进来 你怎么应付 哎 你手机呢 给我用用 手机 你不听我还忘了 我的手机没充值 每日 你们早上再说吧 也不知道干嘛 我这几天呢 心里总是乱糟糟的 哎 哎 糖的很厉害呢 大头喘气可以缓解一些 啊 师傅 哎 怎么着 哈哈 我知道 是不是 好了 哎 先进了啊 可以打电话 昨天他们怎么把 琴琴话还要劝走 我听说是卖力去的 那小子 由头垮脑的 肯定这事能办 喂 什么 进产房了 电话为什么不接 我说不让你走 不让你走 我没想到啊 生孩子能有准吗 倩倩 倩倩 我在办案路上呢 你听医生了 你好好陪一个医生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办案 你快点给我滚回来 你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回来 我就跟你离婚 倩倩 千不对万不对 你 也是 这么远 飞都回不回去 别回去管什么用 我又不能替她生孩子 女人 嫁给我们算倒了没了 后来上大四的时候 也懂点事儿了 于是安安下决心 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南江省 而且一定要进国税局 和您一样 做稽查工作 这样 才像是爸的儿子 我问你啊 上次我去学校看你 为什么不常见我 赌气呗 把你养大 读大学了 你倒学会赌气了 那为什么不回家呀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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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把你从娘胎里出来 你那光溜溜的身子的臭处 臭处 我都看得够够的 现在都觉得不好意思的 我听到大家 小夏啊 爸 老吃方便面会死人呢 您自己勤快点 您自己炒上两个菜 您吃也舒服 过两年您就快退休了 也该想想轻浮 别怎么样在前线打仗的儿子 替您担心 喂 谁啊 是矿局吗 你好 我是沐倩倩呢 小沐啊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您一下 您知道长局的电话号码吗 小沐啊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好吗 我的困难啊 您解决不了 我得找他 还有我解决不了的困难 好啊 好 您稍等 好的 谢谢矿局啊 好 再见 长局是谁啊 长局啊 他是我老公的顶头上司 矿局 矿局 是我老公 顶头上司的上司 今天晚上啊 您老公总是打电话 打了好多次 您总不接 都找他您倒干嘛呀 这啊 您就不懂啊 您就不懂啊 老公 这是在干什么呀 明天银行派人到咱们这儿办公 专门办咱们事儿 银行 银行到咱们这儿 对呀 那些利用农民身份证 虚开两小票的那些偷逃税的人啊 在咱们正举面前都投降了 瞬告聘工 纷纷到银行啊 去交税款 银行跟我过来了 压力太大了 所以说 派人到咱们这儿 来办公 明白了吧 哦 倩倩 什么 生了个儿子 那祝贺你 谁 谁是倩吉啊 那个谁 黄玉泉的媳妇 对对对 黄玉泉不是在长脸吗 是啊 这不是什么 刚刚说一句话就给我挂了 这不是对我有意见吗 黄玉泉打开 那我一定放多少 对 喂 喂黄玉泉 我是常与波 我告诉你一个大好事啊 你媳妇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起 我放你十天的假 对 赶紧回来 好再见 行了 今天倒走一点 休息吧 哎 吃完了 来来来来来 哎 真是龙生九子 良幼不齐啊 哎你说英华姐那么好的人品 怎么会有那么个混蛋哥哥呀 又是你的英华姐 这几天叨叨姑姑没完了 哪来那么多顾忌啊 哎 就应该惊天动地 说实话 你要是像他的话 哎 你可别拿我跟他比 我可比不了 哎 阿熊 那个黄哥那位你见过吗 没有啊 怎么了 等他回来呀 我准备劝他离婚 哎呦 你缺德不缺德呀 哎 什么叫缺德呀 拆散不幸福的一对 成就美好的一双 这叫积德 天啊 我还不走啊 哥 马上就走 哥哥哥 也不知道肉麻 哎 你知道什么呀 他本来就是我哥 本来 哎呦 牙都酸了 哎 怎么都这样啊 怎么都这样啊 哎 等等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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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行 我说啊今天你们啊 开两辆车 那边路不好走 有个备份 好的 好吧 哥 我走了 好再见出洋去啊 走了上去 哦 准备出发 哦 呵 明天到晚 心不笑脸的啊 是真高兴 当然是真高兴了 这没个愁事啊 哎 告诉你啊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 把不开心的事 都挑出去 撿出去 扔到远远的 哼 那有任务下吗 那 那就往乐观的想呗 把坏事想成好事 哎 你要是真肯嫁给我的话 我保证你 能开心一辈子 知道卢健 为什么 嗯 不在 嗯 知道吗 告诉你吧 是因为我 釜底抽薪 我让他走近你 你二根没想什么 拉档吧 刚开始你那怦然心动 回眸一笑 眉目传情 安送秋波的 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你嫉妒了 那是相当的嫉妒 我恨不得一脚把他 踢到地狱里去 行了 行了 你那点阴暗心理啊 张张的故隆 哎 你爸做心好吗 老头子 壮事着呢 他是做什么的 他呀 种地的 你有撒谎啊 啊 南家省哪还有什么地 可以种啊 早八百年前 就被那些投资商 挣完了 哦 那那就是打鱼呢 他是个鱼民 嗯 阿强 那个姓陆的会计 靠得住吗 靠得住 这两年他可没少赵 再说 我们俩什么关系 哎老板 陆姐还想见见你呢 不见 就不见了 他都不见了 咱们送人 我没有带好 他想你带我带来 那我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那我带来 真不好意思 听说你们来了好几次了 我打个电话去了 别忙走了 你也是真够忙的 我们来了几次都碰不见 非常抱歉 我们的账确实已经全交了 您交的账很不准确 这是我们查到的 您看一下 我们在您交的账里 根本查不到这些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下边怎么报我就怎么记 您的包里有什么东西吗 能打开给我们看看吗 对不起 这里边全是我的私人物品 小姐 我希望你明白 配合我们检查是你应该尽的义务 这个你们早就说过了 我知道 老板跑了他什么操作的 我就不太清楚了 对不起 我要去下洗手间 别着急 老板 快到啊 停车 停车 对不起 我又问老板吗 专案组的人来了 什么 现在有两本真杖藏在我口袋里 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 老板 专案组的人来了 这又怎么办啊 那咱把账撕了 把账撕了 好 对不起 不对 朱平 快 禁止他 快快下去 快 住手 走吧 走啊 快点 走啊 快点 坐完了 给 剪吧 剪 陆快姐 你动走快点行吗 我们还急着回去呢 你看着他点 我们先去搬其他账策 去吧 走 老板 你说因为陆杰 怎么也不来电话啊 先别急 会有办法的 也不来电话啊 让你 当你的 五昧成为我 永久的记忆 当我的灵魂 融进你 飞行的传奇 当你的笑脸点亮我 梦中的岁月 当我的祝福图满你 人生的轨迹 当你的梦眉成为我 永久的记忆 当我的灵魂融进你 非凡的传奇 当你的笑脸点亮我 梦中的岁月 当我的祝福图满你 人生的轨迹 当你的美丽 通界了我心灵的屏幕 当我的双手 捧起了你 青春的气息 啊 假如生活可以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 假如生命能再轮回一次 轮回一次 我相信爱从这里开始 我相信爱从这里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